自参加我当芒果爸爸去哪儿四的节目录制后 沙依的两个儿子安吉和小鱼儿可是火得不要不要的 然而一家四口在的时候 亲天沙依总是成为被屏蔽的那一个 这波无聊的他只能自娱自乐 包出自己的吃偶卖萌照了 1月10号 沙依在微博中连续PO出多张恶搞照并写道 切个闹切个闹 照片中的沙依又是变成黑脸大嗨 又是戴眼镜穿保姆装的卖起萌赖 如此老小孩的作风也是蒙到没谁了 然而看到自娱自乐的沙依 网友们却纷纷调侃好玩骂公公 并放上嫌弃的表情包 而看到自己再次被嫌弃的沙依 再次勇敢PO出照片 你们看得出来这俩是谁吗 照片中沙依用软件把安吉和小鱼儿的脸给换了过来 说实话真是毫无违和感的说 老伯胡可也是回复称 妈呀找了鲫鱼兄弟吧 看到根本停不下来的老沙 网友们也是纷纷喊话胡可 伙伯我们快被逼疯了 芒果拉新闻公公玩疯了 伙伯你管管好吗 多访安吉小鱼儿的照片 才是正经事 报答